6月30号,作家郭敬明,携郭采杰,谢一林等新生代偶像现身重敬,为其导演处女作《小时代》宣传造势,吸引众多粉丝到场追捧。 记者在影迷见面会现场看到,活动尚未开始,现场便被早早前来等候的粉丝们挤满,四位主创一惊亮相,现场尖叫声便扑着玉尔。 记者了解到,该片粉丝多为90后观众,首次出演内地电影的《台湾孝心后主节谢一林》的到来,更是令不少观众欢呼雀跃。 据了解,电影《小时代》自6月27号上映以来,便受到观众狂热追捧,截至目前票房已破三亿,然而在票房一路飘轰的同时,也有不少影评人批起节奏凌乱,剧情空洞,并直斥开片是一部年度烂片。 对此,首次当刚电影导演的郭敬明也做出了回应。 就是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,有人非常的喜欢,也有人觉得他不好,但是其实每次看到观众们真实的反应,看到其实就是真正在电影院里面的大家严厉的那种热情,其实对我们就是最大的肯定。 虽然有很多人他们也没有看过电影,但是他们就是有很多的议论,但是对我们来说,对直接跟观众的交流就才是超越一切的一个肯定。 所以说只要大家愿意看,大家喜欢舞台的电影,喜欢我们这些人,我就愿意继续为大家拍照,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电影。 据了解,电影《小时代》根据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,故事以经济飞速发展的上海为毕竟,讲述了四个女孩在期间的成长经历,为当下时尚年轻人的生活做出了真实写照,并被众多网友称为偶像定制电影。 感谢观看